谁呀 这大清早就在那个恩恩什么车了 有病吧这样 你以为你 怎么了 那不是李尚吗 李尚怎么李尚 不就是一辆凯迪拉克嘛 瞎凳子什么 别着手了 过来过来过来 我告诉你 等我新书一出我买四辆没问题 就楼下那车 金娜 谁才能到处坐 金娜 阿姨 早啊 不早啊 阿姨 我平常都五点钟起床的 起来坐坐健身 看看新闻什么的 今天都工作了一会儿才来的 那个金娜马上就下来啊 稍等啊 骨头皮 妈 差不多行了 别搞得像上杆子倒贴 您就别再嚷嚷了 现在整个小区都知道 您闺女跟人约会去 哎哎哎 站住 你不是约会去吗 怎么穿这身就出去啊 你这登山呢 还是开运动会啊 只有低一点都不好看 那把也热呀 妈您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穿什么你也得管 那你那么喜欢她 要不你跟她约会去 说什么呢 今天我 不跟你生气 今天是好日子 这样娜娜 妈有件好衣服 来 我给你 捣着捣着 走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穿这么花 只要我妈性化 不代表我个人的品位 嗯 嗯 回上车吧 送你的 抱一下 演戏要安全的 走 下车 李绅 开车慢点路上小心啊 注意安全 放心吧阿姨 妈 这是我姐约会 又不是你约会 你看你穿着比我姐还真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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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去 你干嘛去啊 我有事 有事 哎呦你们你们真是太浮夸了 你看一个底上把我们家搞得鸡飞狗条 那个 我姐心本安情不愿 我妈 兴高采烈 还有你 看什么看 吃不着葡萄酥 葡萄酥 你这一大早几个意思啊 连我都说啊 你你早饭吃不吃啊你 不吃 叔叔 你就跟住前面这个白车啊 你一定跟住它 安全的前提下 稍稍微快点 想笑就笑别憋着 我这么大年纪 穿件大妈的衣服也很正常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你穿件衣服特别好看 特别细致 特别吸引人 嘴真甜 不过这些话 还是留给那些小姑娘的一门 年龄对我来说不重要呀 师父 这个车是好车吧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答应跟我假装约会 我妈真的不会让我出来的 你可别把我想那么伟大 我做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目的 要是我不帮你 我怎么见到你呢 贫宝起我 把我口说出来是好 啊 你干吗 花姨在后面的出租车上一直跟着我们哪 看来老天爷要帮我呀 这些 咱们俩还得继续演 你还得乖乖地做的女朋友 你搞什么呀 咱们俩现在演一对 你妈一直跟着我们呢 你不对我热情点 就会被她发现 快点 走 跟我走在一起有那么不开心吗 我还要这样跟你多久 你妈后面跟着呢 这戏得演下去 我妈怎么会在呢 不是你看 骗你干嘛 走 你好小姐 睡衣间在哪 安平就给我找 你 你干嘛 这衣服 这 这 这 新娜 你还真是这衣服呀 不好看 不知道太便宜了 咱们要买 肯定要买两万块钱左右的 怎么能买这么便宜呢 我跟你说 前面我看了 这个商场里面有很多世界名牌 你放心 咱们只买最贵的 不买最贵的 钱不是问题 师傅 麻烦您快一点 你带我看这个干嘛 我想看看你穿灰纱的样子 我要提醒你 我们是在假装约会 不是在假装结婚 演戏要演全套 而且我跟自己说过 只要你喜欢的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买给你 我也要告诉你 婚纱 我以前穿过 没必要再穿第二次 但你有必要为我穿一次 服务员 我要试这件 恭喜二位 你们很幸运 是来店的第一千位顾客 这是本店赠送的VIP贵宾卡 预祝你们瞎爱穿梭千年 好巧 谢谢 想爱穿梭千年 多有缘分 师傅 有什么办法 能快一点吗 现在快不了 你说堵成这样路况 快不了 不用找了 我到这儿下车 早晚有一天 我要亲手为你穿上那件婚纱 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 我放弃 今天的表演时间 好像差不多了 你干嘛 我这年龄可以当你姐了 你跟我耍流氓 演戏嘛 要有手中 急一点 别动 别动 你妈还没走呢 你妈还没走呢 我妈已经走了 嗯 真的走了 今天到此为止 我可是个好演员啊 你老板 我正好 我先走了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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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板 你老板 老板 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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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板 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没有那个时间 也没有那个空间 等着你发达了成功了 金老师的好女孩 我配不上她 她肯定是出于一种同情心 她想帮助你们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怎么了 没怎么呀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挺好的 我刚才逛街 看到了一件婚纱 我喜欢 去给我买婚 我分手吧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全世界都不看好我们 我现在真的 真的真的非常自卑 我觉得你 跟她 挺配的 真的 我这么难从家里跑出来 你就跟我说这个 你就当我没去过不就好了吗 你 就当我没去过不就好了吗 不是 我会怎么说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你 我会不会 你 我会不会 你 你 我会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